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进来了一个比较有名的车站 现在已经不是车站 已经是观光地了 这个叫习莫达达就是下滩站 然后现在太阳还有点高壮 所以说我打算带你们看一下 它这里就是有一个咖啡店 大家可以在这里买点果汁啥的东西 这些公平的在这里都来了 童竟能站牌了 这些站牌嘛 这边就是摆了很多纪念屏幕 现在四点半 差不多六点半弱 今天是说六点二十八分贵 看这个 WW Bench 这边是坐在这里就会粘到一起去 这屁股好烫 倾斜的是吧 对啊 但两个人就 就非常恩爱是吧 看这个底子有点意思 对 倒是一个四国的 中间挖了一个 四国的孔 挖了一个四国的孔 然后这里是在这个 EHIME 就是爱云县 来车了是吧 这把这两个 他这两个 好 来车 眼睛睁不开了 嗯 眼睛睁不开了 太阳没到时间 反正我是觉得拍照想出片 真的就只有抓好这个时间 是吧 对 一个就是黄金时刻 还有一个就是蓝鸟时刻 一个Blue hour 一个Golden hour 然后黄金时刻是日落前一个小时嘛 然后蓝鸟时刻就是日落后的 差不多15到30分钟左右 好 过了这几个时间 就没什么出片的时候 就还有就是清晨嘛 但是清晨的话 骑不来 清晨 清晨 日出你骑得来吧 骑不来吧 日出前的 就等于说一个道理 就是说阳光不能太刺眼 是吧 像这种大太阳光比就太强了 然后我现在打算去 这个站附近有一条铁轨 它断在海里面 反正这个站 就挺有那个千语千语的味 都是炒个概念 但日本就喜欢炒做这些东西嘛 呵 日本人挺吃这一套的呀 是的 什么千语千语的站 千语千语的铁轨 千语千语的这个游屋 都可以炒作一下 你看那个什么台湾的九分 不也是千语千语 对 也是千语千语 什么重庆的红崖洞 不也是千语千语 全都是千语千语 是吧 呵 就只能说到处是千语千语 哇 这个感觉 挺不错哈 反正今天我们是原本打算去附近的有一个岛 应该能看见就在那个对面 就是远处有一个岛嘛 在海上 那个就是青岛 不是山东青岛 是凹西嘛 但是很可惜的是 去这个岛的船今天取消了 这个岛 是因为这个岛上还有很多猫 所以也是日本的一个猫岛 比较有名 但是 非常可惜 是专门由医生上去给猫决议吗 我也不知道啊 应该是吧 还是村民自己把他蛋壳了 他村民好像就五六个人 都是老太婆老爷爷 哎呀 村民就五六了 对 年轻人都走了 现在老龄化 那么小一个岛 在岛上就那么几个人 只得小一个岛 我感觉做vlog真的太难了 就是要前期规划各种构思 还要想各种风景 哎呀 我感觉如果每次旅游出来 如果不是拍vlog才好了 如果就这样拍 就边走边逛 感觉这种就纯个人像的记录了 这种就其实不会有 不会有信息 数据不会有 他们在看什么 是不是这个铁轨在底下 火就在这 看一下看一下 这铁轨 这种人像是不容易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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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现在差不多到点了吧 黄金时分 黄金时分 感觉这时候再去这个站 就是另外一番景象可能 这还挺有感觉 这种的有感觉 这种的确实挺有感觉 中文字幕提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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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此时此刻 西边的太阳完全消失在地平线之下 天色渐影 昼夜交替 在日本的神道教众 这段时间被叫做缝魔之石 是最容易遇到鬼怪 痴魅亡了的时刻 中文字幕提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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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提供